会玩捉迷藏着厕所,你见过吗? 白天它算在地下,为路人提供平整的道路,到了晚上就会悄然升起,帮助我们解决三级。 它就是荷兰花79万元,修建的隐形厕所,两边是小便区,中间是吨位,吨位可上锁,位于上方的写实灯,无人使用视为绿色,有人使用则变成红色。 那么为什么要修建这样的一个厕所呢?花79万元真的值得吗? 要知道,在荷兰一座城市中,对环境有着极高要求,白天找个地方上厕所并不难。 但要是到了晚上,不管是商场还是公寓都关着门,而人要是有了三级,那该怎么办呢? 建个固定场所又不够美观,于是一个名为有了Lefter Carmo版的变形厕所就诞生了。 其原理就是采用了电梯升降法,而它也有着固定的工作时间,晚上11点就会升起,到了凌晨4点再降下去,空间不到4平方米,看似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井盖, 为了厕所始终保持干净整洁,小便区每小时会自动充血6次, 而端位为了使用一次就冲水一次,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有人故意搞破坏, 由那Lefter Carmo版采用了不锈钢制作,结构简单的设计在跟上避免了人为破坏, 做到了不仅美观还解决实际问题,如今也是在欧洲各国得到实际应用。 对此,大家觉得这个新型厕所怎么样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